第41章 增气散二长老 测验完毕了吗 硝烟望着石碑上的金色大字 缓缓地抽回手掌 瞟了一眼旁边精神有些恍惚的二长老 淡淡地出声询问道 哦 呃 完了 被硝烟的声音惊醒 二长老有些慌乱地点了点头 从那飘移而涣散的目光来看 他显然还处在震惊之中 哎 一年五断斗之气 这修炼速度 恐怖 许久后 缓缓回复清醒 二长老复杂地看着面前的少年 心头莫名地轻叹了一口气 老眼之中的质疑 终于是在现实的面前消失得干干净净 黑石碑之上 金光逐渐地消散 片刻后 再次回复了深沉而冰凉的黑色 金光消散 全场依旧是一片寂静 显然 众人还澄清在先前的那股震撼之中 可 高台上 二长老的咳嗽声 终于拉回了全场的目光 仪式复册已经完成 按照以往的规矩 硝烟将会接受一次挑战 挑战的权限是斗者之下 谁要来 二长老目光在萧家那些年轻一辈身上扫过 轻声喝道 如果说成人一事的测验 是检验斗志气的强度的话 那么这挑战 便是检验族人对斗技的修炼与掌握程度 毕竟 一旦与人生死交战起来 斗技也是衡量胜负的重要原因 各个家族对此的重视程度 也并不下于斗志气的修炼 听着二长老的喝声 台下略微骚乱 萧家的年轻一辈 皆都是面面相去 窃窃地不敢开口说话 刚才黑石碑上那金光灿灿烂的八段斗志气 可已经将他们心中仅存的侥幸打得支离破碎 现在的他们 已经再没有资格对萧妍耀武扬威 萧妍静静地站立在场地中央 目光随意地在场下那些同龄人身上扫过 而每次他目光的妄想之处 那些少年都是赶紧后退一步 哼 一群胆小鬼 看着周围退缩的族人 萧妍不屑地骂了一声 抬起头 挑衅地盯着场中的黑山少年 脚步一踏 刚欲上台 一只玉手却是将之拉了回来 眉头一皱 萧妍不悦地望着自己的姐姐 怎么 她现在也是八段斗志气 你上去了也不见得打得过 萧玉叹道 萧妍嘴角微抽 也是愁出了一下 眼角目光不受控制地 飘向不远处的轩 却是见到少女正温婉地注视着场中的消炎 那副娇柔动人的模样 从没在她的面前露出过 牙齿狠狠地咬了咬 萧妍甩开萧玉的手 略微有些稚气的小脸上 充斥着冷意与嫉妒 我进入八段斗志气 已经一年多了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刚刚进入的菜鸟吗 望着一脸倔强与嫉妒的萧妍 萧玉也是有些无奈 迟一了片刻 忽然摸出一枚圆润的绿色丹药 有些不舍地抚摸了一会 然后迅速地将枝塞进萧妍手中 低声道 这是二品丹药增气散 能够让你短时间内拥有一名斗者的实力 不过 吃了之后 你以后的一个月就得躺在床上度过了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别用 文言 萧妍顿时 惊喜地将枝抓在了手中 喜道 有这东西 一定能给那家伙一顿狠狠的教训 萧玉皱着柳眉 轻斥道 你别给我乱来 随便给她点苦头吃就好 万一把她弄成了重伤 爷爷都保不了你 现在的她 可不再是以前那废物 嗯嗯 知道了 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萧妍撇嘴一笑 将目光投向轩 心中得意地道 我会让你知道 那家伙 不过是个绣花枕头罢了 冷笑了一声 萧妍挣脱萧玉的手掌 爬上高台 高声喝道 我来 听着有人应答 全场的目光顿时汇聚在了萧妍身上 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让得她脸上的得意 更是渗了一分 望着走过来的萧妍 二长老眉头一皱 将目光投向贵宾席上 果然是见到 大长老那有些难看的脸色 无奈地轻叹了一口气 心头骂道 不识好歹的笨蛋 你还当现在的萧妍 是以前的废物吗 萧妍并未注意到 二长老难看的脸色 大步走来 得意地笑道 萧妍 就让我来试试 你的战斗实力 究竟有多强吧 懒散地抬了抬眼 望着面前的萧妍 萧妍却是连话都懒得阴 萧妍 挑战萧妍 萧妍 你可接受 瞧得萧妍 已经来到了场中央 二长老指 得无奈地大声道 你不会不接受吧 薛儿可在看着呢 你不会让她失望吧 摸了摸袖中的那枚丹药 萧妍心头自信心高度膨胀 看了一眼台下 那犹如青莲般的淡雅少女 冷笑道 白痴 心头吐出两字 萧妍摸了摸鼻子 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 微微点头 淡淡地道 接受 见到萧妍点头 二长老再次无奈一叹 挥了挥手 在退后的时候 用只有两个人的声音低喝道 给我记住 点到为止 萧妍撇嘴 萧妍同样是不置可否的 耸了耸肩 随着二长老的退开 高台之上 气氛顿时紧绷 第四十二章 你输了 望着高台上对视的两位少年 在场的所有目光 都是饶有兴致地移了过来 他们也非常的想知道 这位在间隔三年之后 再次创造奇迹的少年 是否在斗技的修炼之上 也拥有如此恐怖的进度 贵宾席上 萧战皱着眉头 望着上台挑战的萧妍 脸色略微有些难看 虽然萧妍的斗技器 出乎了他的意料 不过对于斗技 他却是从未见到后者 什么时候去斗技堂 找专门的家族斗技师学习过 要知道 斗技不同于初阶的斗技器修炼 黄阶低级的斗技 倒还能依靠自己的摸索而修炼 可有一些黄阶中级 以及高级的斗技 却必须找家族的斗技师 专门教导才行 然而 这几年来 萧战一直未听家族的几位斗技师说 萧妍曾经找他们学习过斗技 反而 萧妍倒是常客 据萧战的了解 今年实力在斗志器八段的萧妍 已经起码掌握了三种黄阶中级 以及一种黄阶高级的斗技 这几种斗技 足以让他在同等级的强者中难觅对手 此次的比试 萧妍似乎是处在下风 萧组长 你说 萧妍小少爷能赢吗 在萧战身旁 目光紧紧盯着场中的亚妍 轻笑着问道 萧战缓缓压下心中一些因为萧妍而产生的怒意 淡淡地笑道 眼儿不太精通斗技 而且最近才踏入八段斗之气的境地 对上踏足这个层次 足足一年之久的萧妍 胜算恐怕并不是太大 哦 是吗 诱人眼波微微流转 亚妍眨了眨修长的睫毛 美眸略微带着些慵懒地望着场中 气定神闲的黑山少年 红润的小嘴忽然一掀 笑意盈盈的美丽脸颊 有着一分成熟的妩媚 不知为何 我对萧妍小少爷却是信心十足 我想 他一定能取得胜利 萧战一愣 似乎有些诧异 他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 笑着摇了摇头 那就借雅妃小姐急言了 望着面前随意站立的萧妍 萧妍冷笑了一声 双拳缓缓紧握 淡淡的斗之气 在体内迅速流转 带来一波波强横的力量质感 略微沉寂 萧妍脚掌猛的一塌地面 身形静直冲向静在咫尺的萧妍 急冲之时 萧妍双掌略微曲拢 食指上有些尖锐的指甲 泛着许些寒芒 在距离萧妍仅有半米之时 萧妍身形骤然顿住 又找划起一条刁钻的弧线 直取萧妍喉咙 黄街终极斗技 猎爪鸡 脸色平静地望着急细而来的手爪 萧妍不急不缓地抬起手掌 略微曲卷的手掌 猛地撑开 强横地推力 暴冲而出 在这股毫无预兆的巨大推力之下 萧妍脸色一变 身形犹如被重锤击中一般 双脚击退了十多步后 方才有些狼狈地止住身形 高台上 望着这一幕 萧战脸色略微诧异 一旁的雅妃 却是嫣然一笑 优雅地端起身前的白玉茶杯 红唇微起 轻轻地抿了一小口 这小家伙 还真是身藏不落啊 唇角扬起妩媚的笑意 雅妃心中喃喃道 你 你这是什么斗剑 摸了摸有些凶闷的胸口 萧妮脸色微变 色力内茶地喝问道 萧妍淡淡地瞟了她一眼 旋即垂下眼线 望着自己的手掌 这吹火掌 虽然名字固然难听 可所造出来的这股强横推力 却的确很让萧妍满意 望着没有理会自己的萧妍 萧妮脸皮微微一抖 牙齿一咬 夹杂着怒气 再次对着萧妍急冲而去 平身而出的手掌并未收拢 萧妍微眯着眼睛 望着那越来越近的萧妮 嘴角缓缓地拉起一抹清冷的弧度 摊开的右手 骤然一握 一股凶猛的犀利 自掌心中击视而出 玄阶斗技 吸掌 瞧见萧妍再次握手 萧妮双脚下意识地抓紧地面 然而还未等到推力地到来 一股犀利 却是将之扯得猛地朝前一抛 身体在半空中划起一道弧线 直直地撞向 那嘴角擒着一抹莫名笑意的萧妍 虽然被犀利拉扯起了身形 不过当萧妮看着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萧妍之后 却是忍不住地喜笑颜开 森然一笑 斗志气飞快地在拳头上凝聚 铁山拳 一声爆喝 萧妮拳头猛地紧握 一股尖锐的破风静气 在半空中低沉地响起 旋即对着萧妍肩膀落去 看着架势 若是被打中 恐怕萧妍的手臂 定要受到重创 看来 这家伙从一开始 就没有留守地打算 铁山拳 黄街高级斗技 威力不俗 需要斗志气七段以上 方才有资格休息 微眯着眼睛 感受到那股尖锐的劲气 萧妍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体内斗志气的运转路线 骤然变更 玄街斗技 吹火掌 随着心中的鹤声落下 狂猛地推力 再次自萧妍掌心中喷尸而出 碰 空气略微波荡 一股无形的反推力 狠狠地激在了 急射而来的萧妍身体之上 两股反向之力的夹击 顿时让得起脸色一片苍白 扑斥 两股反向之力 最后还是推力占了上分 在僵持瞬间之后 萧妍直接被那股推力 震得落下地面 最后在地板上画出十多米后 方才缓缓止住身形 而与此同时 一口鲜血 也是凄惨地喷了出来 望着远处地上软瘫的萧妍 在瞟了一眼略微安静的场面 萧妍手掌缓缓一下 淡淡地吐了一口气 你输了 第43章 强横的萧妍 望着场中败得干脆利落的萧妍 台下在略微寂静之后 迅速骚乱了起来 先前还未完全消散的震撼 又是自心中缓缓地翻腾而起 萧家的年轻一辈 都是目瞪口呆地 望着那兔血软到在地的萧妍 作为同辈人 他们自然非常清楚萧妍的战力 在萧家年轻一辈中 除了薛儿能够压制一筹之外 可以说是男友对手 然而现在 却仅仅是在与萧妍的两个碰面之中 便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简直让得所有人 有些措手不及 台下 望着那迅速落败的萧妍 萧妍一张俏丽的脸颊 同样是布满着不可置信 微微张开的红润小口 宣示着其内心的震惊 伴上后 缓缓回过神来 萧妍修长白皙的玉景 泛上点点红润的颜色 轻声喃喃道 这小混蛋 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难道在苦修斗志气的时候 他还有空闲时间 去修炼斗技吗 哼 萧妍小少爷 不仅斗志气强横 而且连斗技 也是掌握得如此炉火纯青 想必萧妍长费了不少心吧 贵宾席上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可雅妃依然是被萧妍的手段震了一阵 略微沉默之后 诱人的美眸中 闪烁着点点一芒 对着身旁的萧战 嫣然微笑道 想要学习高深斗技 就必须有人亲自教导一些斗技的诀窍 看来 雅妃是把萧战当成 给萧妍开小灶的人了 闻言 萧战哑然 苦笑着摇了摇头 别说他根本没教过萧妍斗技 就是他想教 也根本教不了萧妍先前 所使用出来的那种奇异斗技 以他对家族中斗技的认识 似乎还曾听说过 有这种斗技 既然从未见过 那么便只有一个原因 萧妍所使用的斗技 根本不是萧家所有 是从哪学到的 心头有些疑惑 萧战将目光对着家族的高层方向移了移 却是见到他们 正将有些怪异的目光投射过来 望着他们的目光 萧战一愣 旋即愕然 原来他们也以为是自己给炎开的小灶不成 无奈地撇了撇嘴 萧战也懒得解释 再次将目光投向场中的黑山少年 心中喃喃道 这小家伙 还真是有不少的秘密呢 场中 望着软倒在地的萧宁 从震惊从回复过来的二掌老无奈地摇了摇头 眼光复杂地看着萧妍 少年垂手而立 略微清秀稚嫩的小脸上 只有着平静 并无一丝胜利之后的得意与骄狂 轻叹了一口气 二掌老高高地举起干枯的手掌 刚欲大声喊出鄙视结束 其脸色 却是猛然一变 远处 软倒在地的萧宁 忽然犹如一头匍匐的猎豹一般 弹起了身子 原本淡淡的斗志气 忽然在此刻骤然暴涨 脚掌在木板之上狠狠一踏 身形暴冲而出 踏脚处 目屑四射 双眼有些森然地盯着那越来越近的萧妍 萧宁嘴角的血迹 将那张脸庞 渲染得有些猙獰 小混蛋 去死吧 萧宁 住手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二掌老一愣 紧接一声爆喝 然而此时 被怒火与极度充斥着头脑的萧妍 却是充耳不闻 趁着服下增气散的药力 咬牙切齿地对着萧妍攻击而去 场中的忽然变化 也是经起满场骚动 贵宾席上的萧战等人 更是脸色猛变 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此刻的萧宁 已经具备了斗志的实力 他服用了增气散 见多识广的雅妃 在望着实力忽然爆声的萧宁之后 翘脸微变 沉生道 混蛋 闻言 萧战脸色更是阴沉 一拳砸在面前的桌上 蜘蛛网般的裂缝顿时连绵而出 转过头 恶狠狠地盯着脸色 同样有些变化的大长老 老东西 我儿子要出了什么事 你那孙子 赔命都不够 现在的萧妍具备的潜力 远非一个萧宁能够比喻 如果真的在比试中 因为萧妍的违规 而受了不可挽救的重伤 那即使萧妍的后台是大长老 家族也不可能轻易放过他 被萧战犹如恶狼一般瞪住 大长老干枯的脸皮 也是微微抖动 嘴中略微有些苦涩 如果萧妍还是以前的萧妍 那重伤也就重伤了 可现在 家族就算是把他这大长老放弃了 也不可能将这位将来 有可能成为窦皇的小家伙放弃 场中 二长老的鹤声 并未起到丝毫作用 近在咫尺的距离 让得萧妍迅速扑身 到了萧妍身旁 双拳中斗之气 急速凝结 宁生大鹤 铁山拳 实力的狂掌 让得此次的铁山拳 竟然带来了一股强烈的压迫疯压 疯压吹起萧妍额前的发丝 露出一双清冷的黑色毛子 面对着萧妍的强猛一击 萧妍出乎意料地没有退后 右拳紧握 身形略微弯曲 犹如一头叙事待发的怒尸一般 沉寂瞬间 身体犹如离弦的剑 猛冲而出 望着竟然选择和此时的萧妍硬碰硬的萧妍 二长老不由气地剁了剁脚 笨蛋 八级棒 心头响起一声沉闷的低喝 萧妍的拳头 在二长老那有些惊恐的目光中 狠狠地与萧妍对碰在了一起 碰 两只拳头在半空相遇 略微寂静 萧妍猙獰的脸色骤然惨白 血迹不断地从嘴角溢出 脸色淡漠 手臂猛地一抖 袖袍似乎都在此刻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 拳头往前一送 萧妍的身形 犹如狂风中一片落叶一般 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 直接砸落出了高台 望着这一幕 台上的二长老 眼瞳皱缩 忍不住地常常吸了一口凉气 不远处那黑山少年的背影 似乎也在此刻 变得神秘了起来 第44章 陪你试试 望着那砸进人群死活不明的萧妍 满场再一次寂静 片刻之后 一双双犹如看妖怪一般的目光 投向了高台上的黑山少年 虽然很多人并不知道 先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可萧妍忽然间实力暴涨 却是众人亲眼所见的事实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实力暴涨之后 萧妍却是败得比先前 更要惨烈与干脆 一拳重伤 贵宾席上 望着场中的变故 雅妃一只白皙修长的御手 缓缓地掩住了诱人的红唇 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着 滑起一道道惊心动魄的弧度 好强横的斗技 这是什么级别 玄阶 怎么可能 清晰了一口凉气 雅妃心头震撼得难难道 多难得与难修 在震撼了半场之后 雅妃脑海终于是缓缓地回复了清醒 再次回想起 先前萧妍所使用的那强横斗技 戴眉微微一皱 心头念头飞转 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 萧家最高级的斗技 应该是一种与玄阶功法 怒施狂刚相匹配的玄阶低级斗技 施山裂吧 可先前萧妍所使用的斗技 明显不是施山裂 修长的睫毛微微眨了眨 雅妃端着茶杯的玉手忽然一紧 心头低声道 难道 这斗技 不是萧战娇他的 慵懒眯齐的美眸中 掠过一抹金光 雅妃不着痕迹的微偏过头 却是刚好扫见了萧战脸庞上 那魔影会的震撼 果然不是萧战娇的斗技 丰满的胸脯轻轻地服下 雅妃修长的玉聪 只在茶杯后纠结在一起 回想着萧妍对那些斗技的熟练程度 心头不由猛地一动 这小家伙背后 应该有位神秘老师吧 不然 玉街的斗技 可不是光靠他一个少年瞎摸索 就能练得这般炉火纯青的 能够教导玉街的斗技 那名神秘人的实力 恐怕至少是一名斗灵强者 说不定 还要更甚 美丽的脸颊上掠过一抹凝重 雅妃优雅地放下茶杯 美眸带着许些莫名的意味 缓缓地打量着场中的清秀少年 这小东西 似乎是越来越神秘了呢 真是让人忍不住的有些好奇 唉 炎儿这小家伙 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 在雅妃心头转动着念头之时 一旁的肖战 心中也是忍不住地叹息了一声 先前肖炎所使用而出的斗技 即使是他 也都忍不住地在心中喝了一声彩 这般干脆利落的斗技 光从攻击力的角度来说 简直足以媲美家族中的玄阶斗技 狮山裂 缓缓地摇了摇头 肖战轻吐了一口气 眼瞳中金光闪烁 炎儿的背后 恐怕有人在教导他吧 是谁教的 摸了摸脸庞 肖战忽然不由自主地 将目光移向远处台下的轩 此时 少女俏眉的脸颊上 正擒着淡淡的笑意 望着场中大出风头的少年 难道是他 心头疑惑地转了转 想起轩儿平日肖炎的亲密 肖战心头 这才略微有些释然 高台上 肖炎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 犹如岩石般坚硬的双臂 悄悄地回复了正常 扭脑袋 肖炎望着台下那急匆匆 将昏迷的肖宁抱起来的肖玉 脸庞淡漠 心中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怜悯 此次 如果不是自己拥有 两种玄阶斗机护身的话 恐怕刚才肖宁的那一拳 就能将自己的右手给砸断 既然别人不对自己留情 那自己也没理由 去做那些白痴烂好人 缓缓收回拳头 肖炎偏过头 对着一旁目瞪口呆的 二长老淡淡道 比试结束了吧 咽了一口唾沫 回复清醒的二长老 连忙点头 刚欲大喝出鄙视的结局 一声愤怒的娇斥 却是将之打断 慢着 台下的肖玉 望着那满身鲜血 不知死活的肖宁 背齿愤怒地咬着红唇 恨声喝道 二长老眉头一皱 沉声喝道 肖玉 你要做什么 肖玉小心地 将昏迷的肖宁 交给身后的一名族人 矫健地跃上台 怨恨地盯着肖炎 怒道 肖宁如何说 也是你是表哥 你怎下手如此狠毒 望着俨然一副 心诗问罪模样的肖玉 肖炎痴笑了一声 偏头冷笑道 不过是一场 没有丝毫意义的挑战 可他却违规服用丹药 先前他那副攻击态势 你认为他对我留情了 如果我不反击 现在躺下去的 就是我 而到时候 你是否又会因为我 而如此怒斥他 他肖宁是人 我肖炎就不是人 你肖玉除了 会刁蛮的偏袒人之外 还能做什么 一串犹如鞭炮的斥责 肖玉心头一致 红润的俏丽脸颊白了又红 以他的骄傲性子 何时被一名 比自己还小的人 当众如此教训 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喷勃的怒气 冷冷地道 我不管你如何狡辩 我只知晓 你伤了我弟弟 现在我向你挑战 如果有本事 就接下来 肖玉 下去 这里岂容你胡来 鄙视的规矩是斗者之下 你没有权限 一旁 二长老怒声呵斥道 肖玉倔强地咬着嘴唇 怨恨地盯着肖玉 冷冷地道 你难道不敢接受 这个白痴女人 心头咬牙切齿的一番怒骂 先前与肖宁战斗 肖玉已经消耗了不少斗志气 现在在让她与实力 未斗者三星的肖玉战斗 明显很是不利 你不会连一名女子的挑战 都不敢接下吧 望着目光有些阴冷的肖玉 肖玉却是心头大畅 冷笑道 摸了摸鼻子 肖玉嘴角略微抽搐 拼了命地给这长腿女人打一架的时候 少女犹如银铃般的淡雅笑声 却是悄悄地飘上了高台 肖玉表姐 肖玉哥哥现在已经利皮 你此时挑战她 可是有些趁人之危了 肖玉表姐 如果真要挑战的话 不如轩儿陪你试试 可行 第45章 落幕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少女清零地跃上高台 湿湿然地落在了肖玉身旁 秋水眼波缓缓流转 翘美的脸颊上 笑意盈盈 望着自己跳上来的轩儿 肖玉一愣 玄机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你跑上来做什么 轩儿抿着小嘴浅浅一笑 没有回答 将目光转向 因为她的出现 而脸色略微变化的肖玉 微笑道 肖玉表姐 你年龄比肖玉哥哥大上一些 而且还进入了学院休息 这种挑战 却是有些强人所难 如果肖玉表姐 真想找个人出气的话 还是让肖玉陪你吧 闻言 肖玉翘脸微沉 皱着柳眉 狠狠地拐着肖玉 冷笑道 你难道就 只会躲在女人身后 肖玉眉尖微条 眼中凶光闪略 现在的她 简直有种 把这女人 按在地上强奸了的冲动 好了 就在三人纠缠不休之时 不远处的二长老 脸色阴沉的一声怒吓 将三人震得闭了口 阴沉着老脸 二长老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对着肖玉怒吓道 现在的台上 你没有挑战的权限 立刻回去 如果再破坏仪式的举行 就直接关一个月紧闭 对着肖玉 撒了一通怒火之后 二长老这才舒了一口气 回转过头 无奈地望着微垂着头 先知把玩着一缕青丝的薛儿 苦笑道 薛儿小姐 你也先下去吧 你们的挑战 都不合规矩 薛儿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微微点了点精致的下巴 转身下台时 还对着肖玉 悄悄扮了一个鬼脸 让得后者哭笑不得 被二长老一通怒斥 萧玉翘脸略微有些委屈 背驰咬了咬红唇 片刻后 方才恨恨地剁了剁小脚 转身离开时 留下一句冷笑 小混蛋 你给我等着 望着这终于收场的滑稽一幕 二长老终于松了一口气 侧头望着那正义脸无辜的当事人 苦笑了一声 旋即扳起老脸 对着台下冷冷地喝道 萧宁比视为归服用丹药 从今天开始 关禁闭三个月 说完之后 也不管台下的略微骚乱 再次喝道 挑战完毕 萧炎胜 对于这可有可无的结局 萧炎倒是不知可否 在听着宣布成人一事完毕之后 直接行下高台 在全场的注目中 回到自己的位置 望着周围族人 那些敬畏的目光 萧炎摸了摸鼻子 心中淡淡一笑 在萧炎一事完毕之后 后边也不断有着族人上场 不过在有他所创造 而出的这个震撼阴影下 其他族人所取得的成绩 却是有些显得黯然无光 最后薛儿的出场 倒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撼 15岁的斗者 这种成绩 可就只比当年的萧炎差上一点而已 不过 虽然薛儿的成绩很是斐然 不过在场的很多人 也都听过萧家这颗最璀璨明珠的名头 所以 虽然对于这种成绩感到惊叹 可比起萧炎那种如入起来的震撼 却是要小伤许多 成人一事从清晨举行到下午 终于是在漫长的惊叹声中 缓缓地落幕 在散场之时 一双双目光 依旧有些忍不住 带着许些震撼的 头像场下小脸淡然的黑山少年 望着落幕的成人一事 萧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周围那些目光 实在是让他有些受不了 摇了摇头 起身就走 萧炎哥哥今天的表现 可真让人惊讶 身旁一阵相风袭来 薛儿清零的笑声 宛如银铃般地传来 摸了摸鼻子 萧炎笑了笑 我原本也以为萧炎哥哥不会斗戒 可没想到 却如此深藏不露 先手附在身后 薛儿微偏着小脑袋 若有深意地微笑道 嘿嘿 哪有薛儿深藏不露 上次在斗技堂 你所使用的斗技 也不是普通东西啊 萧炎嘴角一弯 对着薛儿细血地道 闻言 薛儿一正 秋水眸子弯成美丽的月牙 笑音音地道 萧炎哥哥眼力真好 如果你对那些斗技感兴趣的话 薛儿可以教你哦 耸了耸肩 萧炎摇了摇头 道 算了 贪多嚼不烂 这粗浅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那 斗技功法呢 萧炎的拒绝 让得薛儿略微 有些意外 乌黑的灵动眼珠 俏皮地转了转 忽然奄然笑道 脚步微微一顿 萧炎微眯着眼睛 含糊地道 五日之后 不是能进斗气阁寻找功法吗 家族的功法 顶了肩 就是萧叔叔所修炼的 玄阶终极的怒施狂刚 而且那功法 现在的萧炎哥哥 可却没有权限修炼哦 薛儿小手掠过额前的一缕青丝 微抿着小嘴 似乎是在斟酌着言辞 片刻后 她方才轻声道 薛儿可以给萧炎哥哥 弄来玄阶高级的功法哦 要么 这丫头 还真是个小富婆 玄阶高级 那东西 起码要好几十万吧 心中叹了一口气 萧炎忽然有些苦笑 如果自己不是侥幸遇到要老 恐怕和薛儿之间的距离 还真的很难拉近 即使自己天赋不差 不过薛儿的那神秘背景 却绝对极为庞大 手指不着痕迹地 抚摸了一下古朴的戒指 萧炎略微心安 这可是自己成为 真正强者的本钱啊 在薛儿的注视下 萧炎轻笑了笑 微微摇头 轻轻的声音中 有着一抹倔强与执着 不用了 你哥 能靠自己成为强者的 薛儿脚步顿住 眨巴着灵动的毛子 盯着萧炎那 没有停滞的背影 片刻之后 忽然微笑道 看来 萧炎哥哥背后 似乎真的有个神秘人 嗯 需要查查吗 先知有些苦恼地 弹了弹光洁的额头 半晌后 薛儿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萧炎哥哥最讨厌 别人探查他的底了 那神秘人 既然教了他这么多东西 想必应该不会害他吧 轻叹了一口气 薛儿仰起小脸 秋水眸子中 淡淡的金色火焰 轻轻地跳动着 希望那人没坏一把 不然 你就算躲到萧炎哥哥身体里 我也要把你揪出来 第46章 暴怒的萧炎 在举行了成人仪式之后 萧炎的生活 终于可以适当地放松一些节奏 平日被排得满满的修炼日程 也是空闲了大半 上次所购买的药材 炼制出来的助激灵液 已经被消耗殆尽 不过萧炎却并未在打算购买 现在的他 以踏足第八段斗之气 到了此时 助激灵液所带来的效果 也是微乎其微 在助激灵液的效果减弱之后 药劳也并未在使用别的丹药 帮助萧炎提升实力 反而让他在这段时间 尽量放松一些心境 修炼之徒 一张一池才是正道 拼了命地修炼 有时候反而会物尽其途 在这般轻松惬意的日子之中 习惯了往日紧凑生活的萧炎 却是闲得骨头有些发痒 无奈 只好每天陪着薛儿四处游荡 偶尔也去后山修炼一下斗技 现在的萧炎 无疑已经再次成为了家族的焦点人物 不管走到何处 敬畏的目光 总是如影随形 一声声恭敬地称呼 也让得萧炎心中 有些虚吸着前后间的差距 碰 绿意聪裕的后山小森林之中 一道犹如灵猴般矫健的身形 飞速闪跃 极为敏捷地避过林中的处处障碍 最后在一声闷响中 一蕴含着刚猛进气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一颗 足有两三公分粗壮的树干之上 顿时裂缝连绵而出 砰的一声 拦腰而断 敏捷地避开杂落而下的树干 萧炎跃到轻蚀之上 右掌对着树干上的衣服一挥 一股犀利便将其扯进掌心中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萧炎吐了一口气 缓缓地将衣衫穿上 在一阵稀稀锁锁声中穿好衣服 萧炎眉头忽然一皱 微眯着眼眸 望向林子之外 滴滴冷笑了一声 拍掉身上的几块枯叶 萧炎嘴角擒着一抹冷笑 懒散地对着林子之外兴趣 走出林子 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 让得人浑身骨头有些发酥 微眯着眼睛 适应了一下阳光 萧炎微偏着头 望着不远处 一块巨石上的女子身影 阳光洒在身材窑窍的女子胶躯上 透射出诱人的曲线 一双性感修长的眉腿 显得格外撩人 冷眼望着巨石上的萧玉 萧炎双手抱着后脑勺 缓缓地行到巨石之下 抬头仰望着 那俏脸冷淡的女子 目光特别在那双性感的长腿上 停留了一会 抽了抽鼻子 淡淡地道 腿很漂亮 不用炫了 只是短短的一句话 冷淡的萧玉 顿时俏脸铁青 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着 萧玉咬着一口阴牙 冷冷地道 知道我来找你做什么吗 揍我 抽回手掌摸着鼻子 萧炎漫不经心地笑问道 你那一拳 将我弟弟打成重伤 现在他还躺在床上动不得 既然你下手如此狠 我是他的姐姐 自然不能任由他白白挨打 萧玉美眸怒视着萧炎 恨恨地道 嘴角挑起一抹击翘 萧炎偏头冷笑道 那你的意思 在那种情况下 我还得站在那里不动 让他那一拳 把我的手臂砸断 萧玉抿了闽红唇 美眸仍然顽固地怒瞪着萧炎 眼中的恨意依然不减 等他将我的手臂砸断之后 你心里或许为我这个倒霉人 默哀几分钟 然后就再没了歉疚之心 也不用管我后半辈子 会不会是残废 还是上次那句话 你萧玉除了会毫无理智地偏袒之外 还能做什么 最他妈的讨厌你这种女人 你弟弟是人 老子就不是人了 越说越怒 到的后来 小脸略微仗红的萧炎 更是直接抱了粗口 妈的 胸大无脑 就是用来说你这种白痴女人的 萧炎 你这个小混蛋 给我住嘴 翘脸一阵轻一阵白 萧玉终于是在萧炎的 最后一句骂声中尖叫着喊了出来 望着翘脸铁青 眼眸冒火的萧玉 萧炎冷笑着扎了扎嘴 心头大感畅快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平复下心中的怒火 萧玉性感地长腿一跃 直接跳下巨石 咬着银牙道 不管如何 今天绝不会轻易放过你这小混蛋 说完 左脚朝前一踏 曼妙的郊躯 划起一道诱人曲线 性感的右腿 竟然带着许些破风之声 狠狠地对着萧炎双腿间狠踢而来 见到这女人居然直接动手 萧炎也是一声怒骂 急忙退后几步 闲闲地避开 那带着阴风而来的长腿 哼 你再如何天才 也不过才第八段斗之前 今天不好好教训你 你还真是要嚣张上天了 望着不断躲避的萧炎 萧玉冷笑一声 修长的双腿舞动得犹如狂风暴雨一般 在猛烈的踢甩之间 带起一阵阵飓 刮起了地面上的枯叶 三星斗者的实力 的确远非萧宁可比 在这般凌厉的进攻间 萧炎竟然短时间难有进攻的空余 只得采取闪避 有些狼狈地躲窜着萧玉凌厉的双腿攻势 萧炎小脸却是极为平静 眼眸微眯 锐利的目光不断地寻找着对方的破绽 再次用手臂挡下一记萧玉的劈腿 萧炎手臂略微有些发疼 看来萧玉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白痴 至少她并未使用权力来对付萧炎 现在攻势虽然看似凶悍 不过却顶多让她吃些皮肉之苦 望着身形击退的萧炎 萧玉红唇掀起一抹得意 脚尖一点 再次猛地柔身进攻 再次进攻 萧玉翘脸却是骤然一变 面前一直采取躲避的萧炎 犹如忽然间从温顺的绵羊 变成了拼命的恶狼一般 双掌曲卷间 狂猛的犀利 将立脚不稳的萧玉身形 扯得略微朝前一扑 身体刚刚前倾 萧玉体内的斗气 便是急速凝聚在脚掌上 正欲紧扣地面 那股犀利 却是猛的突兀消失 取而代之 是一股凶猛的反推之力 一吸一推之间 萧玉的身形 终于是失去了平衡 踉枪地退后了几步 竟然是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被萧炎这忽然的爆发 推翻了身子 萧玉似乎极为恶然 居然忘记了立马起身 带得她反应过来之时 一道身影 却是犹如恶虎扑石一般 从空而降 将之死死地压在了身下 妈的 少爷 今天要把你强奸了 脸庞上有些瘀青 浑身的伤 让得萧炎吸了一口凉气 双手死命地按住 萧玉号腕上的脉门 咬牙切齿地道 第47章 亵渎 听着身上少年愤怒的嘀吼 萧玉医症 旋即翘脸满是羞怒 死了命地挣扎 不过却被力气忽然暴涨的萧炎 紧紧地按住手腕脉门 一丝丝酥麻的感觉 让得他身体有些使不出境 再次挣扎片刻无果之后 萧玉也指得停下无用的举动 眼眸怒视着萧炎 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 羞骂道 小混蛋 滚开 萧炎裂了裂嘴 脸庞上的淤青 带来一波波的疼痛 吸了几口凉气 低头冷笑道 放了你 那少爷白挨打了 少爷说啊 要强奸你 被一个小了好几岁的少年压在身上 并且口口声声地说着要强奸自己 萧玉在羞怒之余 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他可不会相信 这家伙真敢对自己做那事 手腕扭了扭 没有动静 无奈的萧玉 只得斜撇着他 忍不住地冷哼道 小混蛋不学好 等你发育完全后 再和人说这种话吧 被质疑了男人的能力 萧炎没坚断食一条 低头不怀好意的道 你试试 被萧炎的目光 盯得心中有些发毛 萧玉咽了一口唾沫 不过高傲的他 依然倔强地扬起雪白下巴 冷笑道 只要你敢试 我就敢把你那东西给捡了 嘴角一抽 对于这死也不松口的女人 萧炎也是有些无奈 说实在的 他虽然对这女人有些气愤 可还远远没达到 要将之强奸的那种恐怖地步 不管如何说 他毕竟是自己名义上的表姐 然而即使是这样 可自己这顿打 总不能白挨了吧 眼眸微微眯起 萧炎抿了抿嘴 忽然猛地俯下身子 狠狠地压在萧玉的身上 两具身体的气盒 直接导致萧炎的胸膛 被抵上了两团柔软的娇嫩 被萧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震得愣了过去 萧玉的小嘴微微张开着 似乎还没从自己 已经被亵渎的震撼中 回过神来 萧炎没理会 忽然安静地萧玉 左手快速地抓住她的两只手 右手猛地叹下 在那双性感修长的眉腿之上 狠狠地摸了几把 几年前她就知道 这女人对自己的双腿 几乎有着畸形的自恋 虽然这双腿 也的确很让每个男人心动 被萧炎的双手 在双腿上一阵乱摸 萧玉身子骤然僵硬 片刻之后 一声尖叫 猛地自萧玉微微张开的小嘴中 喊了出来 耳膜被震得有些发麻 萧炎在摸完之后 犹如猴子一般地 弹跳起身形 然后飞一般地对着山脚下窜去 她知道 这女人多半又要发疯了 尖叫声持续了好半声 喊着怒火 死死地盯着山脚下若隐若见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奸声喝道 萧炎 小混蛋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远处的背影 没有理会山上传来的尖叫 在略微一拐之后 萧失在了视野之中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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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萧失的萧炎 萧玉翘脸铁青 一双玉拳 狠狠地砸在身旁的泥土之上 发泄了好半场之后 萧玉终于缓缓平复了心情 翘脸羞红地望着自己腿上 那几个有些泥土屑的模糊手爪印 在手印之处 似乎还残留着一股股 令人酥麻的感觉 让人提不起劲来 咬着一口银牙 萧玉浑身 有些发软地撑起身子 看着自己凌乱的衣衫 顿时有些欲哭无泪 这次不仅没有教训到那家伙 反而又失手 被他占了大便宜 这种结局 让得萧玉很是不甘 想起先前萧炎的放肆举动 萧玉虽然心中又羞又怒 不过却并没有如同几年前那般 拖着建满家族追杀萧炎 现在的他 也是成年人了 自然不会再像当年那样 闹得满家族都知道自己 被那家伙摸了大腿 翘脸殷勤不定地立在原处 想了好片刻 萧玉这才恨恨地跺了跺脚 低声骂道 小混蛋 别让我逮着机会 不然一定要你好看 抽了抽挺翘的玉鼻 萧玉略好飘散的青丝 再理了李凌乱的衣衫 有些垂头丧气地 对着山脚下慢吞吞地兴趣 逃下后山的萧炎 也是有些忐忑 躲在山脚下的隐蔽处 看着萧玉俏连铁青离开之后 这才略微松了一口气 无奈地摸了摸鼻子 萧炎的右手 不自觉地互相搓了搓 嘀咕道 比几年前 摸得更舒服了 和这白痴女人见面 总是忍不住性子 看来小时候对她的积怨 还真不是一般的深 扭了扭脖子 萧炎苦笑了一声 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一些念头 再次恢复以往的平淡 缓缓行出 行出隐蔽之处 萧炎脚步忽然一顿 有些闪闪地转过头 望着远处那斜 靠着树干的轻衣少女 尴尬地笑道 轩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远处的轩 懒懒地靠着树干 小蛮腰上的一束紫色衣袋 随风飘荡 秋水眼眸扫过萧炎 似笑非笑地道 萧炎哥哥 刚才我看见萧玉表姐 怒气冲冲地走过去 难道你又遭惹她了 善善地摸着鼻子 萧炎走上前来 甘笑道 谁知道她又发什么疯 望着善笑的萧炎 薰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萧炎哥哥 只要一和她纠缠在一起 就总会头脑发热地 干出一些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 听着薰儿这若有所指的话 萧炎有些心虚 无辜地耸了耸肩 道 你知道 我也是被逼的 不置可否地轻笑了笑 薰儿抿了抿小嘴 小手负于身后 少女轻盈的身姿 颇为动人 明天就是禁斗气格 寻找功法的日子了 萧炎哥哥 还是准备准备吧 少女远去 鱼鹰缭绕 第48章 斗气格 站在队伍之中 萧炎抬头望着面前 这幢庞大的阁楼 忍不住惊叹地摇了摇头 巨大阁楼的牌匾之上 会有斗气格 三个颇显骨气的字体 牌匾略微有些显黄 扁上的沟壑 显示着岁月的沧桑 这锁楼阁 便是萧家最重要的所在 斗气格 家族几百年来 所收集的斗气功法 全部存放在此处 而这些功法 便是萧家如今地位的保障 作为家族中最重要的地方 此处的防守极为森严 平日里基本上是被列为禁地 就是连自家族人 也禁止私自入内 只有在成人仪式举行之后 这里才会被暂时开放 微眯着眼睛 目光在阁楼四处的 一些黑暗角落中扫过 敏锐的灵魂感知力让得萧炎知道 他们这里所有人的举动 都被隐藏在暗处的护卫 尽收眼中 在楼阁的偏僻之所 萧炎还能察觉到 几道隐晦而强大的气息 看来 家族对这斗气格 真的是极为重视 微偏过头 与薰儿对视了一眼 都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一抹笑意 显然 两人都是清楚地发觉了 周围隐藏的防卫 进入斗气格的规矩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 现在也不细细重复了 总之 还有 美人只能拿一种 符合自身属性的斗气功法 不可多取 若有人想要私藏功法 那将会被取消 获得斗气功法的资格 所以 你们可得注意了 站在高高的台阶上 肖战目光威严地扫视着 下面的大群少年少女 满脸严肃地道 是 众多少年兴奋地大声应喝 目光炽热地望着 那巨大的楼阁 能够得到一种 较好的斗气功法 就能让自己在起步上领先别人 这一直是所有族人心中 最期盼的事 那便开始吧 肖战满意地点了点头 退后了一步 让出那里在楼阁大门前的石柱 石柱约有一米左右 在石柱的顶端 安置着一个透明的水晶球 挥了挥手 身后两位护卫 在一阵沉闷的嘎吱声中 缓缓地推开了黑色的巨门 测验过自身属性之后 便可进入其中 记住 进入后 按照自身的属性行走通道 别走错了 点了点头 肖战对着下面的人群点了点头 事宜可以开始了 瞧着肖战点头 领头的一名少年 满脸兴奋地跳了上去 双手在水晶球上摸了摸 一阵淡清光释放而出 风属性 嗯 进去吧 瞟了一眼水晶球 肖战点了点头 笑道 有人带头后 台下的众人顿时闲不住了 一个个的急忙冲上去 在测验出自身属性后 争先恐后的涌进斗气格 望着周围越来越少的人群 肖炎摸了摸鼻子 对着薰儿笑道 走吧 看看能逃到什么功法 薰儿可爱地摊了摊手 家族的功法 对他并没什么吸引力 不过肖炎有这兴趣 他也乐意陪他 由于两人心中都不是特别急切 所以带的所有人都是进去之后 这才在肖战那无奈的目光中 湿湿然地走上来 肖炎冲着肖战咧嘴笑了笑 手掌在水晶球上摸了摸 炽热的红光 比先前所有人还要亮上几分 活属性 肖战早就清楚自己儿子的属性 所以并未表现出其他的神情 微微点头后 目光忽然快速地在周围扫了扫 然后悄悄地走前了一步 咳了一声 坐视微微弯腰 滴滴的声音传出 火到第三条路第43号房间 听着肖战的低声 肖炎一震 玄机有些好笑 原来父亲这是在为自己以权谋私啊 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 肖炎立在一旁 望着薰儿的测试 薰儿望着那光滑的水晶球 略微迟疑了一下 玄机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仙子轻轻地点在旗上 随着薰儿先止的点上 水晶球在略微沉寂之后 猛地变得火红了起来 瞬间之后 竟然犹如一个火球一般 炽热于耀眼 有些震撼地望着那化成火球的水晶球 肖炎微张着嘴巴 心中清晰了一口凉气 火球持续了片刻 带着薰儿抽回手指后 方才缓缓湮灭 而此时 一道道细小的裂缝 已经密布了水晶球全身 苦笑地望着即将破碎的水晶球 肖战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眼神带着些许莫名意味地望着薰儿 挥了挥手 道 快进去吧 嘖嘖 好精纯的火之体 不过可惜 体内没有木属性 不然 真是一个天生的炼药师 在硝炎震惊之时 心中忽然地响起药老的惊叹之声 心中闷闷地点了点头 硝炎望着走过来的薰儿 无奈地耸了耸肩 转身对着斗气阁内行去 望着病肩进入斗气阁的两人 再低头看了一眼 终于咔的一声 破成几半的水晶球 萧战摸了摸下巴 难难道 哎 真是太强悍了 薰儿这妮子 不仅脾气好 人也漂亮 背景更恐怖 比娜娜兰妍然 不知好了多少 如果妍儿能有这样的媳妇 那该多好啊 说完之后 萧战又是自嘲地摇了摇头 为自己的一响天 开感到无奈 在自嘲时 萧战自然是没发现 在他这话说出之后 那即将跨入斗气阁的薰儿 胶躯却是骤然一僵 娇嫩的耳尖 忽然犹如先前的水晶球一般 火红撩人 第49章 选择功法 踏入漆黑的大门 光线略暗 柔和的光芒 从周围墙壁上的火珠中散发而出 将宽敞的楼阁 照得幽深而寂静 进入阁楼 几条宽敞的通道陷进眼内 在每一条通道的最前方 都会有代表各种属性的巨大字体 萧檐目光在几条通道扫过 最后停在靠左侧的火道之上 摸了摸鼻子 微偏过头 却是见到小脸略微有些娇羞飞红的萧 微微一愣 愕然地问道 萧 怎么了 啊 被萧檐的声音吓了一跳 萧儿小脸上的飞红 不由得更浓了一些 片刻后 方才缓缓平复 对着萧檐皱了皱翘鼻 闷哼哼地道 没什么 快去找功法吧 莫名其妙地烧了烧头 萧檐对着那条火道指了指 笑道 走吧 萧儿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翘美的小脸上 还未完全散去的一丝红韵 让其显得更加娇媚可人 眼光斜瞟着萧儿 美丽动人的小脸 萧檐心头顿时 有些不争气地跳了跳 赶紧目不斜视地前头带路 走进火道 又是出现五条小道 在小道之中 还能依稀地 看见一些族人的身影 火道第三条路 目光转了转 萧檐带着萧儿 静止进入了第三条小道 进入小通道 却是别有一番天地 在通道的两侧 每隔几米距离 就有着一扇火红色的厚实木门 而此时的所有木门 皆都已经全部开启 大开的木门中 有着淡淡的红色光幕浮现 红色光幕是一种防卫设置 同时也是对年轻族人的 最后一种考验 想要取得其中的功法 就得需要打破光幕 小道中已有不少的族人 此时 他们正在一些木门面前 脸色涨红地 狠狠击打着红色光幕 偶尔有着光幕的破碎声 伴随着欢和在小道中响起 而每当此时 那些还在奋力攻击的族人 都不由得脸露羡慕 萧炎和轩 缓步行在小道中 饶有兴致地望着两边那些 干得热火朝天的族人 再次转过路角 萧炎望了望旁边木门上的号码 37 摸着鼻子笑了笑 萧炎快步走了一段距离 然后在号码为43的木门前 停下了身形 轻笑道 就是这里了吧 此时的小道中 也还有十多名族人 当他们瞧着萧炎停在43房间时 都不由一愣 这房间具有此条小道上 防御最坚固的光照 先前有着不少实力不错的族人 想要破门而尽 可却都在这里吃了大憋 无视于周围那些诧异的目光 萧炎手掌缓缓缓地摸上了光照 萧炎哥哥 萧叔叔这样做 算不算以全眸私啊 见到萧炎的举动 须而俏皮地眨了眨眉眸 似笑非笑地低声道 测量了一下光照的后视程度 萧炎回过头 杨作恶狠狠地道 小妮子 最好给我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听见 不然 被萧炎的表情逗得玩耳一笑 萧炎皱了皱精致的小脸 少女娇称的风情 让得附近正在攻击护照的其他族人 眼睛顿时有些发指 细写了笑了笑 萧炎退后了两步 双脚略微分开 双掌缓缓握拢 眼眸微闭 体内淡淡的斗织气 顺着特定的脉络 开始了迅速地运转 萧炎懒地斜靠在墙壁边 美妙的曲线 被紧身的衣装完美包裹 极为诱人 一双秋水眸子 紧紧地盯着蓄力中的萧炎 眸中 俏皮地跳动中 淡金色的火焰 呵 微闭的眼眸乍然睁开 萧炎脚掌猛地在地面狠狠一踏 身形诡异的一个急旋 身子反对着光幕 右手肘肩 带着略微有些尖锐的破风之声 最后重重地轰向红色光幕 八级崩 心头一声冷喝 萧炎的拳头 猛地砸在了光幕之上 顿时 一圈圈连衣从光幕中心位置 犹如波浪一般 急速扩散 破 小脸肃然地一声冷喝 红色光幕在周围 十几道震撼的目光中 犹如玻璃一般 轰然破碎 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萧炎手臂骤然一抖 衣衫袖炮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片刻后 悄悄地软了下来 身旁 望着破碎的红色光照 熏儿轻轻地拍了拍小手 抿着红润地 小嘴点了点头 微笑道 很不错的斗技 攻击力 非常强 扭了扭脖子 萧炎叔斩了一下手臂 淡淡地笑道 还勉强凑合吧 听着萧炎此话 小道中的十几位族人 顿时有些感到凶闷 如此变态的斗技 还只是凑合 成人打击人不是 哼哼 走吧 进去看看是什么斗技 对着略微泛红的房间 扬了扬下巴 萧炎率先进入其中 进入小房间 光线明亮了几分 房间内并不宽敞 在小小的房间中央位置 有着一方十台 在十台之上 静静地放着一卷暗红色的卷轴 走上前来 饶有兴趣地拿起暗红色卷轴 萧炎看了一眼卷轴背面 轻声道 黄街高级功法 练火分 果然还不错了 这可是家族中最顶尖的 火属性功法了 哼 看来萧叔叔为萧炎哥哥 还真是费了不少心 身后 传来薛儿的微笑声 笑着点了点头 一只白细的仙手忽然从身后伸出 从萧炎手中取走了暗红卷轴 薛儿微偏着小脑袋 把玩着卷轴 柔声道 萧炎哥哥 虽然以后你 或许能够得到更高级的功法 不过 刚开始修炼斗气的时候 功法等级越高 对日后的好处也越大 黄街高级功法 却是有些低了 萧炎淡淡一笑 微微点头 望着脸色平静的萧炎 薛儿浅浅柳眉轻轻一蹴 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先止轻弹 一卷通体成火玉之色的 古朴卷轴 出现在手中 这是火属性的玄街高级功法 弄严诀 薛儿抚摸着卷轴 轻声道 萧炎哥哥 不用觉得脸面问题 而不好接受 薛儿也知道 你不是那种迂腐的人 高级功法对你日后有大好处 所以 望着一手抓一个卷轴的薛儿 萧炎苦笑了一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伸出手掌 轻易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然后在薛儿略微有些受伤的水灵毛子中 取回了那卷黄街高级的功法 萧炎哥哥 薛儿委屈地翘着小嘴 水灵毛子中 水气盈盈 看上去楚楚动人 谢谢薛儿了 我并不是因为面子问题 不接受你的东西 萧炎温柔一笑 低头在薛儿娇嫩的耳边轻声道 萧炎哥哥 能弄到更好的功法 第五十章 帮 望着拿着功法行出小房间的萧炎 薛儿摇了摇头 只得无奈地轻声道 姑且相信你吧 行出房间 萧炎瞧着附近那些 依旧还澄清在震撼中的族人 轻松了耸肩 带着薛儿出来之后 两人这才闲停信步地走出小道 因为距离两个小时 还有不少的时间 所以 萧炎与薛儿也并不急着出去 斗气革平日属于禁地 今日难得有机会进来 四处看看 也好满足一下好奇心 在即将出火道之时 薛儿随便进入了所小房间 取了一卷黄街低级的斗气功法 然后陪着萧炎 走进另外几条属性道 今天的斗气革 无疑是他几年来最热闹的日子 每条属性道之中 都是人头密布 一个个脸色激动的 帐红的族人 奋力地攻击着光幕 少年的欢和声 伴随着光幕的破碎 不断响起 在这般的氛围感染之下 萧炎的小脸上 也是一直挂着淡淡的笑意 再次走出一条小道之后 萧炎算了算时间 伸了一个懒腰 对着身旁的萧儿笑道 走吧 时间快到了 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萧儿跟着萧炎 转过一条小道的转角 然后静止对着斗气格之外行去 转过小道 萧炎眉间忽然一挑 在两人不远处 身着红裙的萧妹 正急得翘脸仗红地 在一道光幕面前不断转悠 看她的模样 似乎是想得到里面的功法 却又没能力打破光幕 今日的萧妹 身着一件娇艳的红衣裙 略微紧收的裙带 将那隐隐一握的柳腰 完美地勒线而出 前凸后翘的动人曲线 极为诱人 此时 那张清纯与妩媚交集的翘脸 正被交集所覆盖 柳媚紧簇的可爱模样 让得周围的少年 几乎有种未知现身的冲动 萧妹现在的心情很糟糕 简直可以用心急火燎来形容 今天在进入斗气格之前 她的父亲就暗地里 偷偷告诉了她一个房间号码 特别叮嘱 一定要得到其中的功法 要知道 这可是她费尽心机与口舌 才从斗气布置人员 那里得到的消息 她相信 只要萧妹能得到 这黄街高级的风属性功法 一定能够在斗气修炼的 气跑线上领先别人 然而 萧妹的父亲 虽然得到了确切的房间号码 可却是忽略了 房间护照的强悍程度 自从先前萧妹找到此处时 已经努力了将近一个小时 可依旧未能将之打破 虽然也有着别的族人 因为垂涎自己的美貌 而想要帮忙 可这种护照 只能一人单独击破 如果人数一旦超过了两人 护照也会随之变强 到头来 依旧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现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即将完毕 如果再不能将护照打破 那萧妹就真的什么都得不到了 一想到没有斗气功法的后果 萧妹那妩媚的大眼睛中 就是忍不住地浮现点点水气 楚楚动人的模样 惹人爱怜 略微带着雾气的目光 在周围的少年身上扫过 萧妹苦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美眸却是骤然一顿 不远处 双手抱着后脑勺的黑山少年 正淡然地醒来 抽了抽挺翘的玉鼻 萧妹刚刚绝望的心 又是悄悄地活落了起来 抹去即将掉落的泪珠 背齿轻咬着红唇 可怜巴巴地 望着那走过来的萧妍 希望她能够帮自己一把 周围少年望着萧妹这模样 都是顺势一动目光 最后停在了缓缓走来的萧妍身上 嘴上的怯怯思语 逐渐地弱了下来 视线中略微掺杂着敬畏 一时间 原本喧闹的小鹿 顿时安静地鸦雀无声 在小鹿上几十道目光的注视下 萧妍小脸平淡 静止走来 然后目不斜视地 与欲言欲止的萧妹 茶间而过 微微张着红唇 萧妹望着那没有理会自己的萧妍 在愣了一会之后 美丽的小脸上 拉起一抹自嘲 轻轻地摇了摇头 想起自己这几年 对待萧妍的态度 刚刚那生起的一抹怨气 也是逐渐地消散 哼 这也算是报应吧 我还真是个讨厌的人 自作自受 缓缓地蹲下身子 萧妹相间轻轻地抽动着 有些压抑的亲戚声 在安静的小路中 乌叶响起 望着犹如被抛弃的小猫一般 蹲在地上的萧妹 周围的少年 都是黯然地叹了一口气 微微摇头 蹲在地上 正在亲戚中的萧妹 忽然察觉到 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 缓缓地抬起哭得 梨花带雨的翘脸 却是一阵 面前 那本来已经远去的少年 却是反抱着后脑勺 慢吞吞地走了回来 让开 瞥了一眼 楚楚动人的萧妹 萧妍淡淡地道 啊 哦 又是一阵 玄机萧妹终于回过神来 翘脸浮现喜悦 乖乖地让了开来 在众人那好奇与欣慰的注视中 萧妍走到光幕前 伸下手掌 轻吐了一口气 身子略微寂静 瞬间后 犹如奔雷一般 乍然而动 萧妍身子一个急旋 又脚猛地边甩而出 裤腿都在此刻 发出咔咔的破风声响 碰 一脚狠踢在光幕之上 涟漪急速扩散 最后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 怦然爆裂 保持着甩踢的姿势 萧妍缓缓地收回脚掌 扭了扭脖子 平淡地转身 走向远处的轩 表哥 谢谢你 对不起 萧妍从身旁走过 萧妹声音怯怯地道 嗯 瞥了一眼 这终于失去了傲气的少女 萧妍这才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在一干少年 那崇拜的目光中 消失在小路的尽头